犍牙 哈喽大家好我是 Charles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reiben aux 制 approaching 我们朋友们记得要订阅 而且要打开小铃 SPEED 好啊今天为什么没有莫娜在这里呢 因为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 很岩重的事情 也不算严重啦 因为大家 其实蛮多人都在尽厉了 就是 我确诊了 对 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会突然间确诊 这个还让我 整个心态崩溃掉了 因为在这之前 就是我除了开会或者是拍摄 基本上我都不出门 其实一路来我都一个不是很喜欢出门的人 我很喜欢待在家 开会或者是拍摄我才会特地出门 或者是拿车这些啊这些也算也算拍摄了 so在上个星期就是上个星期二就是5月4号 就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是讲第一天啊就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头晕 那种晕是你一起来就很晕很晕 然后没有想要呕吐啊一点点罢了 然后就是很晕很晕 然后我就以为拍摄了 是不是我食物中毒 因为我之前有一次食物中毒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一起来就是很晕 不管你是闭上眼睛开着眼睛走路也好 都是很晕 整个你的头你的世界是在转的 那时候是导致到我一直吐啊 然后那时候我有拉肚子是一直拉的 然后到顶不顺了 24MCO1.0的时候 但是我也是很担心 我以为哇死了 这次中 中了这次中了 然后去到医院 医院确认是没有 他讲不是食物中毒 然后帮我掉水 就好了 整个事情就好了 so来到这一次 就是上个拜二 这一天的时候 我就是也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头晕 然后一直晕一直晕 晕到很严重那一种 然后我就觉得 诶是不是食物中毒啊 可是这一次没有拉肚子 也没有到呕吐 我就觉得诶不然在家休息咯 可能是我昨天吃错东西还是什么东西 我就没有去理太多 也没有特地去想 是不是确诊 是不是中病毒啊 之类这样的东西 so我就没有去理 然后到第二天和第三天的情况都是一样 就是我第一天到第三天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一直头晕 一直晕 然后晕到我没有办法 因为他不知道很严重的晕 所以我又不想要特地去医院 然后我就叫我的员工 就是买一些Banador给我 就是我以为是头痛啊之类这样的东西 我就吃咯吃了 诶又好 好了 就是这三天我吃Banador吃了 然后又突然间又晕 吃了然后又晕 第四天就是7号5月7号 就我感觉到发烧了 然后我就讲嗯 有点紧张 就是我发烧了 我就有点紧张 而且他的发烧是 一下子发 一下子退 一下子发 一下子退 我就讲可能真的是中了 那种心情 有一种抑郁感 然后我之前有买着 就随着我们自己很多人在网上卖的 也不是在网上卖的 就pharmacy啊 那些都很多人卖的一个东西 就是在家自己test的一个东西 so我就是有test了 可以给你们看以下的画面 我哪有把我拍起来 就是我就是插进去了 弄出来 就是就是做完全部东西 做所有的步骤 一看 还一拉 是写着positive 就是讲我确诊的 我就讲哇 好务力哦 因为这个不是100%准的 这差不多是70%准的 所以我就马上去clinic 去验咯 去验什么什么 那种什么什么scan啊 不是很会讲的 然后就是 到最后是确诊 就是confirm了 这件事情 就是confirm中了 他就讲啊 政府会打给我啊 什么什么之类这样的 他讲因为现在的情况 是越来越多人中 所以不一定 你是被送到去隔离 他讲你最好是在家已经 大概一个一直区域吧 就是在家隔离这些 因为可能没有地方 也不够位置给你进去 如果你是轻微 如果你是严重的 那种插管的那种 其实他讲也是基本上 那些病床位置剩90% 可能现在陆陆续续 更多人中 可能 零病床位都没有 真的是 不懂要怎么办了 这个情况 所以我就 听咬过后 我就 只能在家隔离 然后 我又很担心 mona中 因为mona跟我相处 我们毕竟是男女朋友 我们相处到很closer 可是他又没有症状 他这几天都没有什么症状 so 我就觉得 还是要跟他保持一段的距离 因为我现在的活动范围 是在这间房间里面 如果我有出到去 这个房间以外的东西 我都会跟mona保持一个距离 我也是怕他会中 然后也有可能 他也是已经中了 因为毕竟 请你的概率会比较高一点 也有可能是他之前中了 是无症状 然后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事情 那种感觉 就是很长的时间 我是在房间里面 也有些时间 我有出去 就是客厅 那些地方 坐一坐啊 这些东西 因为真的在 关在房间里面 真的好痛苦 所以 我一出去 拿着拿两袋东西 我走那里 我就 碰碰碰碰碰碰 碰到哪里去 所以可能你们有时候看到 我跟mona 是有在IG 我有拍他 还有拍我 可是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距离 这样的东西 所以政府讲 SOP 这样的东西 可是我是很少 踏出这个门 就是真的是 真的顶不顺了 真的很闷很辛苦 才会出去走一下 才会看一下 她这样的东西 so 到我现在开始 觉得自己 真的呼吸有点困难的时候 我就不敢再出去 我觉得 我不想把这个东西 真的万一转染给mona 虽然她的激励 会重视已经很高了 可是 没有办法 然后她也必须要照顾我 所以 也是非常辛苦 mona 好 我就继续讲下去了 就是第五天我去验了嘛 然后第六 第七天 我就 有点 就是那种 发烧了 你吃退烧药 然后你就退了 过差不多三四个小时 她又在发烧 就是一直让你头晕啊 你身体很烧啊 然后种种的啦 就是我暂时 在这六天 六七天里面 我还是只是在发烧了 就是没有其他的 讲什么 没有味觉啊 没有什么 行为不明 来到昨天 就是第六天的时候 我有一点点呼吸困难 就是那种 有一种 好像有一个东西 顶着你这里 这个喉咙 这个杀 顶着 就是让你很难呼吸 很难 不顺畅就对了 如果你是紧张的话 你会导致到整个呼吸困难 我 因为我有 我有几个朋友 也是有中过了 所以我有询问他们 他们这个 其实正常 可是如果是严重的话 就真的是要 直接打给那个 政府的人讲 我现在有这样的情况 怎样怎样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不要特地打 因为床位真的是很少 留给那些真正 但是呼吸不到的人 会比较好 所以我是觉得我还算年轻 所以可能 这是其中一个症状 所以只要我保持心情好 保持心态好 就是把我的 那个呼吸困难 其实就没有这样辛苦 比如讲我在打 game 因为要过时间 我在打 game 我会 感觉到我的呼吸 没有到这样辛苦 可是我一放下了 就是没有在做东西 我focus在 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会紧张 我就会 呼吸困难 就是不能像以前讲话 讲到很长气 我就要呼一口气 像现在这样 那种情况 是有点喘的感觉 只是幸好我是没有气喘 那我没有气喘 所以还好 其实现在最主要 我是担心是 孟娜的部分 希望她是没有事情啦 因为毕竟 这个东西重要 其实对大家 以后的费也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 如果是可以的话 就是我尽量 就是不要完全跟她接触的 然后我也是叫她 因为我买很多那种 喷那种消毒的 就是尽量人整间 消毒到晚 就消毒到晚 所以我也尽量 人在房间 就在房间 然后尽量啊 尽量尽我 什么讲 我不管要这样讲 然后我有看网上讲 其实隔离10天 就是我院的报告 那天开始算 就是我拜五开始算第一天 10天后就可以出来了 我比较担心一点 是我想要 关自己14天 如果是讲 政府没有call我的话 我是打算把自己关14天 就是隔离14天吧 比较安全一点 隔离久一点也比较好一点 如果真的 我也明白 为什么政府没有call我 因为 我有很多朋友 也是跟我讲 中了 然后 医生也是讲 政府会call你 就是到最后没有 是因为可能真的是 我们是算轻微的 然后我们可以自家隔离 就是我们要负责啦 就是我们要中 我们这些人要负责任 就是要 我们这些人要负责任 然后就是要真的不出门 待在家里面 我已经差不多待了 7天一个礼拜 so 我的出狱的时间是 5月20号 其实 因为我 我算 我上个星期五 是第一天 因为我拿 report的第一天 到14天 差不多是20号左右 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有拍一点画面 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一下 谢谢先生 呃 今天是我自我隔离的第七天了 so 我今天有点真的是 痛苦的地方是 我呼吸有点困难 真的有点困难 然后有点 有点恐怖啊 这种感觉 可是没有到严重 只是有一点点呼吸 困难 有点难呼吸 那种感觉 要用嘴巴很用力很大力的 这样 然后我讲几句话 就要吸气了 就不够气了 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情况有点怕 所以 有什么在 update 大家 OK 就是其实我呼吸很困难很困难 因为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 所以有点紧张 导致到呼吸很困难 没有到呼吸不到 可是有点喘 有点痛苦 然后味觉那些全部我还在 现在 就是味觉全部才是OK的 然后发烧是已经退完了 基本上我现在是没有发烧 基本上我现在只是 呼吸困难 一点点困难 没有到严重的困难 呼吸困难 所以发烧啊 什么啊 全部都没有 然后有一点肚子痛 就是那种 没有要 不是大便的痛 是 是那种 就是肚子痛 我不懂是不是跟covid有关系 我不懂 然后 有一点全身痛 因为毕竟我之前受伤过 我刚刚 我之前腰就有问题了 再加买 跟上镜去拍 那个跳伞的时候 我又伤到 然后又中这个东西 中这个病毒 so 我 我会比平常人 更 腰酸被痛 不是腰酸被痛啊 就是因为中这个 其中一个症状是会痛嘛 你身体会痛 这样的东西 so 我会比一般人更痛嘛 我觉得 因为我是痛到睡不着 睡不着 终于睡着了 然后起来的时候是痛醒 痛醒是怎样痛醒呢 你感觉到你的肉 全部是被人家挤成一块 这样挤成一块 全部挤在我的背后的中间 痛 很痛很痛很痛 so 这一个礼拜我都是这样痛 痛到睡 然后睡到痛 然后醒 这样的东西 这个对我来讲蛮痛苦的 可是我已经习惯了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跟着我两年多了 只是 最近有去治疗 可是又MCO了 所以又关了 我又不能继续治疗 因为这种东西是要长期去治疗很多次 所以今天 对我来讲 我真正的 有症状 是7天 然后 如果是拿报告真正算起的话 我今天是我的第4天 所以还有整10天的时间 会继续 跑 继续要隔离 如果没有call我 我没有去到那边 我就要自己再加隔离 然后 结束了 就是要再去验多一次 到底 OK 然后 呃 不好意思 我 呼吸有点不顺 所以我会突然间停 突然间停一下 你们很少看到我 OK so 其实本来我不想要拍这个影片的 其实我的youtube是每个礼拜都会出 两个影片 就是长期每个礼拜都一定会出两个影片 除了非 我受伤 跳伤 那样的事情 可是 我又中COVID 所以我不能跟Mona拍影片 我只能自己拍 然后 他又很难自己 因为他不懂 我们这个频道的风格 因为越来这个频道就是我在经营 他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叫他帮忙来维持这个影片也是不好 so 我就打算算了 我就公开这个东西 反正这个不是讲好还是不好的事情 病毒已经是在我们左右了 只是看我们怎样去提防 就算我们很提防 你还是会中了几率 所以还是尽量尽量的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不要出门 就这样简单 然后 今天会拍这个影片是因为真的我要维持着我的每个 这个算是我一个工作 这是我的工作 youtube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不可以因为生病或者是因为中COVID 而导致不维持着我的这个频道 so 你们也在等着看我们的影片 然后我是讲 是要跟大家讲 我是确诊 这样的东西 跟大家报一个平安 这样的东西 然后也给我的朋友 给我的亲戚 给我的父母 他们就是 其实我的父母 他们都懂好了 我有跟他们讲 他们还是很担心 蛮担心的 然后就叫我吃很多东西 中药 西药 建筑 草 维他命C D E 总之一直在吃吧 可是没有中药和西药一起馋 就可能我吃了中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然后我再吃西药 这样的东西 ok 然后也非常感谢 那Mona就是他这几天是一直在照顾我的三餐 就是他一直煮东西给我吃 或者是叫外卖了过后 拿便便 坐便便 然后放在门口 给我他兼益这样 这个我就没有拍啊 因为我是叫他每次就是放脑在门口 然后他走了 我才开门拿 然后他再消毒多一次 so 尽量我不想跟他碰面到 如果可以的话 可是有时候可能很想念他的时候 就是开一点门缝 然后叫他站远远 这样 站远远这样 然后看一下这样的东西 so Tens God是暂时 Mona是没有任何的症状 可能他的抵抗力很好 我不懂 因为我的抵抗力其实应该没有很好 就是我很多病痛的每一次 所以可能我的抵抗力依赖都不好 所以就没有办法 就中了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 以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后遗症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我跟你讲 这个感觉你非常的无足 你发烧啊什么这些都好 因为很多人都发烧过很多人都痛苦头痛过 so这个呼吸困难了 其实如果没有一个人是跟你一样的情况 你会觉得很无助 因为普通人是不会跟你相同感受 因为他们不觉得那个感觉 他们不懂他感觉 这种感觉是 我是算轻微的呼吸困难 可是那种感觉会给你觉得 好像随时会呼吸不到那种恐惧 所以是有点很无助的感觉 然后Mona是不懂这样的感觉 可是我跟她讲 她也就是我也不要特地去跟她太仔细的讲这个东西 我不想她怕 不想她担心我这样的东西 so暂时到这样先吧 so 我会继续update我的情况啊 如果我有进去KKM还是Mona 我不懂 我不懂叫我名我没有特地太关注那个东西 so如果有的话在拍里面的画面给大家看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再分享我的感受哦 最重要是多休息多走动喝多一点温水 然后尽量排尿排便吧东西 读书一直勤了啊 然后我的做法是不开冷气 在一房间里面一直给他流汗一直给他流汗 这个是我的股东教我啦 因为股东一直做 不懂是不是他传染给我 ok so 他讲很多人也讲 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so 我现在都尽量一直保持这愉快的心情 虽然是现在是痛苦有点辛苦 可是还是尽量保持愉快的心情 然后一块的信息给大家 然后拜托拜托拜托大家 求求你们 没有什么事情不要出门 如果有出门 记得一定要清理好所有身上 然后洗好手 衣服换过拿去洗 穿凉 还上你的床 还上你的沙发这些东西 真的 拜托拜托 现在真的是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真的 政府讲五月会更严重 如果没有继续控制下去可能会到 六千个人可能会到一万个人 我们不知道 我们已经类似像印度这样了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就是 度过这一关吧 好啦 我会继续update下去 我的情况在下一集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要订阅分享 留言按赞 如果还没有打开小铃铛 记得要帮我打开一下 你才会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哦 那边的频道也可以去看一下 他最近上的影片和他接下来要上的影片 so 也多多关注我们两个人的IG 我们会在那边多一点互动 也会给大家慢慢的在那边报告我的情况 so 谢谢大家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